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温山牛顺做个例子来讲 它的水溶颜料只有40种 传统的颜料有191种 所以这个传统颜料还是挺多的 然后传统颜料里面呢 这个颜料的组成呢 就是色粉和媒介剂 对吧 添加剂 那个这个色粉呢 我们怎么分呢 就是分这个 叫矿物颜料和这个 有机颜料和无机颜料 这是后来的一种说法 那么我们可以简化一点说 就是这个天然的材料和这个 人工的化学合成的这种颜料 现在街面上多数卖的这种颜料 都是这个化工合成的这种颜料 天然的颜料 天然矿物质的颜料就比较贵 举个例子说 就是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个古典油画里面蓝色 就是这个阿富汗地区产的那个天青石 磨成的哈 在这个电影里头在这个带珍珠耳环 项链的这个这个什么那个电影里头 颜微面的电影里面 就有这个镜头啊 拿一个蓝色的石头在磨 那这个颜料的这个好坏呢 就和这个材料上有直接性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天然材料的这个质量 还有一个研磨 这都很有关系 颜料的两大部分就是色粉和添加剂 添加剂呢 它总的也不同 它这个颜料的属性也不同 你比如说画这个古典的颜料 它里面的添加剂呢 就是慢干性的 比较容易留平 你要是画这个现代一点的这种画里面呢 它就是里面有塑形剂 颜料的包装上的差别也挺大 有过去的铅皮的这个颜料啊 有现在这个铝皮的铁皮的还有塑料的这个包装材料很大 那么这个包装的材料就跟颜料的这个储存时间有关系 这个密度比较大的这个材料 它的储存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所以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颜料 它的外包装也是有些不同 这个外包装上呢就会经常有一些标识 这个等我们回到工作室 我拿一些实物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包装上的这种标识上的这种差异 油画颜料呢有几个这个指标啊 透明度啊 耐晒度啊 就是持久度 流平 可塑性 干燥速度 那这些指标里面呢 就是和它的这个 主要是和它讲的这个里面的添加剂有关 添加剂里面就是这个油的成分的不同 它干燥速度 可塑性啊 流平性啊 这些东西都会有变化 这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我们先看一点这个颜料啊 看一下图片 看一下图片 看这个上面这个啊 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就是三个星 然后这个是标识啊 半个的这个 在黑三角的 这个就是半透明 不透明 这个颜料 给大家找这个明显一点 你看这个是伦布朗的这个颜料啊 伦布朗的颜料呢 最高就是三加 就是这个三个加号啊 这几些写的呢 最高级别 不褪色 颜色保存时间长久100年 这就是耐久度 耐久度 耐晒度 就是这个 然后它这个方块里面呢 有一个斜盖 那这个就是半透明的颜料 半透明的 那这个就是全色 全色为这个 耐久度都非常好 就这个就是高级颜料啊 比较专业的颜料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啊 这是老荷兰 这也是好颜料 这个老荷兰上面有一个标啊 这中间有个标 这个是手工颜料啊 是个手工颜料 也是一个专业专业颜料 非常好的颜料 这是老荷兰颜料里面的这个一个图片啊 这后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石头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天青石 阿富汗地区的这个天青石 也是一种宝石吧 把它磨碎了啊 加上这个亚麻油啊 就可以做成这种颜料啊 颜磨的颜料 这是老荷兰的颜料 这是150毫升的 这就比较大的了啊 比较大的颜料 美国的纯手工古典油化颜料 他所说的这个古典的油化颜料呢 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色粉 加上这个油啊 额外的添加剂几乎就没有了 这种油呢 一般呢就采用这个 就是生榨的这种油啊 它干燥数字很慢 然后呢流平性很好 这样的话古典东西就比较平整 它就有这个特性 这个是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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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咱们这个玛丽的这个颜色啊 这上面也是啊 这个三星这个加一个标识 都是这种系统啊 这是这个 文山牛顿的啊 这后面是色素的标 然后耐塞度是两星 这个就低了 是吧 因为这就是学生用的这种颜料 学生级别的 然后呢 这就是半透明的 它这底下这个标呢 就是欧盟的这个认证啊 欧盟的这个认证 安全法规 欧盟的 这个耐塞度是三星的啊 不透明的 不透明 欧盟标准 这就是美国标准啊 这就是一个美国标准 所以这个选那个颜色的时候啊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这个东西啊 要看一下 尽量呢 要选择这个有标识的 有安全标准的 因为有些颜料是有毒的啊 不同品牌的这个颜色 即使名字是一样的 那这颜色的这个色彩倾向各方面啊 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 要逐渐的在使用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 开始的时候就买套装就行啊 但是要注意就是你得 这个颜色这个牌子里面买的这个 这个颜色 到另外一个牌子里面 它的那个颜色不一定是完全是相同的啊 这个需要知道一下啊 颜料里面这个透明性 干燥触度和可塑性 这三点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 额外添加的眉睫剂里面 进行一些改变啊 这个我们在后续的里面 讲眉睫剂的时候 我们会做更多的介绍 那么对初学者来讲呢 这个买普通的这种 学生级颜料就行啊 比较大众化的这种 维三牛顿呢 这就颜料都很不错了 都是有安全标准的 而且价钱都不贵 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小的纸啊 因为你要画的时候 开始画画的时候 那个颜料还是比较费的 尽量有买中大的 或者比较大一点的啊 才够用 颜料的基本的常识就是这样啊 以后我们有下 后续课程的时候 我们也许在穿插中 再做一些更细致的一点介绍啊 这堂课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